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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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母娘她怎麼 她怎麼 來告訴我這個訊息呢 她不是告訴我說 輪迴轉世是真 或是假 她不是一開始就是這樣子來破梗 或是來破病這樣的一個內容 她是先示意來告訴我說 人世間所有的東西 她做一種循環 不管是人 種子 植物 花 任何的動物 甚至礦物本身都是 她有她的起承轉合 她有生柱易滅 每個東西都是一樣的 所以母娘問我說 你認為說輪迴轉世是真是假 那麼你應該去思考是 竟然人是萬事萬物的一個部分 那麼她就不應該脫離了 所有的循環的這兩個字 所以整本書當中 母娘她都是用循環來代表輪迴 就是個循環而已 你從出生到死亡 就是個循環 那麼在這個畫面當中 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圓圈圈 那她示意出來就是說 比如說植物啊 礦物啊 人啊 就像個圓圈圈 她不斷的像冒泡泡一樣 不斷的冒出來 那麼泡泡跟泡泡之間 也有她的接軌的地方 就是像有兩個圓圈圈 然後她兩個接軌在一起 那會產生摩擦 那這個章節裡面 我都提到的是 摩擦的這個過程當中 都會釋放出一種人類 看不到一種元素出來 那麼這種元素這種力量 她就會讓其他的物種 產生新的能量 而這個摩擦的力量 是人 是萬物 是動物 是所有的物種 有機體當中 她必須要生存 賴以為生的一個能量 這個摩擦的力量 所以我這個圖裡面 就用圓圈圈來表達 那這樣子解釋 你可能還不是很清楚 所以在書裡面 第76頁她就提到了 吳杰堯茲姬母 她是這麼說的 她說 宇宙萬物所有的物種 能夠生長 就是因為每個物種 它都是在循環 物種彼此的循環 會釋放一種 肉眼看不到的強大能量 透過所釋放的能量 每個物種再從彼此 吸取本身 在循環過程當中 所需要的生長元素 萬種事物循環時 所產生的能量 也是物種彼此循環的養分 她這樣的解釋 就是在講這張圖 那這張圖 其實以前很明確告訴你說 人在循環 在這個轉世輪回過程當中 你絕對不是靠自己能夠生長的 不管在你的感知 你的覺知 你的精神體部分 都是要依賴每個物種 那這本書裡面其實有提到像火傷爆發 火傷爆發它可能跟我們沒關係 可能在美國或是冰島那裡的火傷爆發 它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但是在火傷爆發的過程當中 所釋放的這種熱能 熱量能量 它會影響的植物動物甚至海洋 那麼可能過了幾百年 或者過了幾千年 或是甚至在 立即的反應當中 會反應到整個環境 比如說氣候變遷 那這樣子一個循環過程中 人不可能置身於度外 你還是在這個環境裡面 所以在這本書的這個章節裡面 我們就提到了物種它越大 它生長過程當中 所改變 所釋放出的能量越大 那麼它就會去影響所有的物種 那麼人是算比較渺小的 但是人的意念本身是很龐大的 那這個意念所釋放出來的 你不管是善是悲是苦是樂 都會影響到每一個人 換言之 路人可能跟我們沒有任何的關係 但是當它所釋放的意念 也都會影響到我們 所以母娘說 你說輪迴存不存在 母娘她用這麼大一個篇幅 來解釋輪迴 她在告訴你 人絕對不是孤單的 那麼在這個環境過程當中 我們必須要學會尊重 每個性別行業 性向 個人的喜好 這個都是這個所謂的轉世輪迴當中 你必須去學習課題 所以在這個章節裡面 母娘就提了這麼多的觀點 許多人問我說 於是我有沒有帶天命 我覺得我這輩子活得一點意義都沒有 那麼是不是你可以告訴我 人生有沒有她這個目的 我依循這個目的而走 那在很多的新時代思想裡面都說 每個人都是有她的目的 每個人都有寫她的人生劇本 在這個人生輪迴的過程當中 那這個章節就要告訴你說 其實母娘說當你設定一個目標的時候 然後設定目標這個很大的一個動力 就引入其他的引力 那這些東西 它可能不是跟你今生有關係的 這個我們把它稱之叫做外緣 你說這個可能跟你今生沒有關係 但是你設定一個目標 比如說我舉例好了 比如說我覺得我這輩子我很沒有錢 但是我很想要有錢 那可能有錢不是你人生的目的 但是你很想要有錢 因此你就會捲入很多想要有錢的時候 的那些慾望啊 貪戀啊 執著 甚至所謂的苦 那這些就是這個旁邊 這些的引力它就跑進來了 那麼說那你就會把人生搞得非常非常複雜 那是這邊我想跟宇瑟來跟大家來分享 但是... 鬆一點雷 在想是